有東西 吃吃吃 Oh yeah 變全彩的耶 等一下 所以我現在應該是可以 撞東西了 撞東西了 如果能實現你3秒的特效願望 你會想看什麼特效 嗨 我是六指淵 這是3秒特效第16集 今天一樣要來實現 觀眾留言的3秒特效願望 那這一集是由Asus Pro Arts贊助播出 整集的特效都是使用 Pro Arts Studio Books 6 OLED製作 那如果準備好就開始囉 好 首先第一個 66把一個用尺跟筆做成的飛機 放在空地上 然後說了奇妙的咒語 文具飛機就變大 而且可以在天上飛 好 我有一個用文具做成的小飛機 那我把它放在地上 那念個咒語把它變大 變大吧 真的變大了有沒有 好 接下來我們就讓它飛起來 欸 真的 慘了 損失慘重 好 想看66從電腦螢幕裡 把另外一個人抓進去 嗨 我是Ryu 我昨天是Ryu 哇 是Asus的Pro Arts筆電耶 哇 螢幕顏色也太逼真 畫面好細膩啊 一起來成功喔 這裡是哪裡 酷 希望66像音速小子 跑步的時候變成一顆球 好 音速小子是怎麼變成一顆球 然後還可以攻擊敵人到處亂跑呢 你只要在跑步的時候 跳起來將身體捲曲成一顆球就行囉 好 示範一次 哼 如果想看更長一點的版本 可以看我們之前拍的這一支影片 好 接下來想看66的頭 變成跟飛哥與小福的飛哥一樣 三角形的 好 想要變成飛哥非常簡單喔 你只要面對鏡頭 然後身體轉側面就可以了 所以像這樣 欸 品塵跟鴨呢 好 那接下來想看66吃辣椒時 吃了吃了 因為太辣 突然嘴唇就變成香腸嘴 我實在是很不想拍這個 因為我每次吃辣都會有不好的下場 啊 喔 好辣 我被黑腸的嘴了 好 那接下來想看66像湯姆貓一樣 聞到香味就會隨著香味飄 欸 你們有沒有聞到什麼味道 好香喔 喔 我要去吃 這什麼 啊 好 那接下來想看66像忍者一樣 會二段跳 好 品塵放心喔 我會二段跳 所以等一下絕對不會踩到你的 來 看喔 你幹嘛 二段跳 好 接下來想看66像麵包超人一樣 把自己的臉拔下來 然後吃掉 好欸 終於可以像麵包超人一樣 把自己的臉拿下來吃了 就像這樣 哇 真的可以吃嗎 喔 酷 好 再接下來想看跟蠟筆小新的阿袋一樣 甩鼻涕 蛤 喔 最近換季都有點流鼻涕 那剛好就可以利用那個鼻涕這樣子 嘿 甩 齁齁齁齁 這跟阿袋一樣 那這感覺好像可以攻擊別人 嘿 蛤 可惡 蛤 可惡 蛤 好 那接下來想看66像變色龍一樣 不論走到哪裡都變得跟環境的顏色一樣 完全融合 完了完了要躲在哪裡 可惡 這個臭小子被我逮到他就死定了 好險 變色真好 那 奇怪我明明看到他跑到這裡來了 這個 這個能力真方便 好 那接下來想看66把燈關起來 畫面變成一片黑 像卡通一樣只看得到眼睛 但突然看到鴨鴨有八顆眼睛 一把燈打開發現有八眼鴨鴨 好 所以我先把燈關起來 這樣我在畫面上就會得到一對眼睛 老闆 你好 好熱鬧喔 你這邊有 我數一下有1 2 3 4個人耶 打個招呼吧 開個燈 還有老闆 一個人 好 那接下來想看66被嚇到 然後眼睛變超大 然後嘴巴張到大都掉到地上 老闆你看 我減肥成功啦 哇 太扯了吧 好 那接下來想看66像馬力歐一樣吃無敵猩猩 然後跑過去壓他被撞到就扁了 哇 有磚塊耶 那 裝看看 喔 酷 那這個 喔 有東西 吃吃吃吃 Oh yeah 變全彩的耶 欸 等一下 所以我現在應該是可以 撞東西了 欸欸欸 撞東西了 哇 扁掉了 喔 天啊 好 差不多是這樣 今天這一集三秒特效 全部都是由這台 Pro Arts Studio Books 6 OLED 剪輯出來的 那這讓我們團隊感受到了 新鎮的剪輯感受 那它是特別針對創作者 藝術家這種專業動畫啊 電影 建築 或者是工業設計應用而生 那它最高搭載AMD Ryzen 9處理器 NVIDIA GeForce RTX 3070顯示卡 還有64G的記憶體 然後它是16吋 4K OLED HDR 16比10 高畫質螢幕 色彩準確 而且還有方便調整參數 可以自訂快速功能的實體繪圖旋鈕 ASUS Style 那它的散熱系統更是手區域值 如果你想要一台機動性高 又兼具高效能的創作好夥伴 今年我推薦 ASUS Pro Arts Studio Books 6 OLED 這台筆電喔 好啦 那一樣 如果你還想要看我實現什麼樣的特效 儘管在底下的hashtag3秒特效 然後打上你想看我作為特效 如果夠超限時夠吸睛夠有創意 就有機會被我實現喔 那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討論 你覺得這一集哪一個3秒特效 或者是哪一個留言 你覺得最酷最有創意 都歡迎跟我討論 那最後影片結束囉 喜歡的話歡迎分享 並且訂閱追蹤六指淵Huber 每次我們六點準時發布影片 拜拜 我們看見到你 你們從未來好賣者 你要不要給我 你說得比較好嗎 那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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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看